大家好,我是草莓妞です 這是美國全新活動所能兌換的獎勵 包含了兩種設備 那這兩種設備它們到底效用好不好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首先是我們這個TBM 這個魚雷機 魚雷機其實大體來看 你就看它的DPS 其實跟我們的縮語沒有差太多 只因一點點 它的單顆的魚雷都是稍微強一些 那魚雷的種類也都是屬於泛用平行的魚雷 所以這邊差異就是差在它的這個攻速 這一台攻速非常的慢 也就是慢版的縮語 取而代之的是 它對戰艦、巡戰有特別增傷3% 命動到對方的戰艦、巡戰、航戰的時候 會有60%的機會觸發進水的狀態 那這個進水狀態呢 會依照你的航空值 來做額外的DOT效果 就跟點燃一樣 航空值越高 它的跳的傷害會越高 所以整體而言 這一隻就是屬於慢版的縮語 這個比較適合在 你打戰艦型的BOSS去做使用 那誰適合裝備這種慢版的縮語呢? 我們優先會選擇 第一個 魚雷機效率好的航母 再來是 有裝填比較高的航母 或是有技能 可以觸發這個裝填效率的航母 那這些人選看起來有誰呢? 大概就是剩這幾隻 而是比較好的 首先是吃喝的加賀 它的效率非常好 航空值也可以配合吃喝 拿到不錯的航空值 而且先手優勢可以讓它 無視於這個攻速慢的關係 那祥瑞也是一樣的道理 飛龍也是一樣的道理 他們都是不錯的魚雷效率 還有它的高的航空值 甚至是這個飛龍 他有不死這個技能 使得他在反擊的手段上面 直接再可以丟一波空襲出來 這可能在打演習上面 會是一個比較有優勢的手段 不過就是看你是 是走流星派的 還是走泛用魚雷派的 因為這兩派都有人用 好,最後就是我們的半人馬 由於它基礎的裝填值很高 所以它飛的都很快 那其實往往我們要配合 後排航母啊 戰艦做速度的時候 因為它飛太快 所以很難去做調數 如今現在已經多了一個 這個非常慢的魚雷機 那它在調數上面 就很容易調到二十幾秒 跟我們後排的 航母啊 戰艦做一個搭配 所以這也可以消除半人馬 在條路上比較難調的 一個新的設備 所以我估計啦 這個設備你換下來 是絕對不會吃虧的 因為它的效果其實還是會用到 好,再來講到這個PBY-5A卡特莉娜呢 它其實是一個設備 也是一個對潛的設備 它的被動一樣 跟我們雷達一樣 遭遇埋伏減10% 埋伏迴避成功率加10% 所以當艦隊裡面 同時存在這兩個設備的時候 最高它只會取到雷達的效果 因為雷達是12% 它是10% 所以它的被動技能會跟雷達相衝 那如果相通的話 它只剩下命中跟對潛的這個數值 另外這個設備是屬於 苦爬技能所用的 因為它在技能裡面有敘述到說 當自身裝備這個PBY-5A的時候 自身的耐久低於40%的時候 會發動一個特殊的航空攻擊 這航空攻擊呢 是4顆2000的轟炸爆彈 那不吃航空 它改吃魚雷數值的傷害 所以不會受到防空數值的影響 就跟我們之前講的 像是白上吹雪一樣 這種吃雷級的航空傷害 破壞力很驚人 如果技能點滿 4顆2000爆彈全吃的傷害 大概有11萬 總傷有11萬 不過它必須要仰賴 自身的耐久度低於40% 等於說是一個反擊的模式 不過通常來說 在打關卡的過程 要低於40% 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如果有沒有必要說 一定要讓它做到這個反擊的技能 就見仁見智了 不過就算沒有裝這個設備 它的技能一樣也可以 也可以做到反潛的功能 基本上用庫帕這一艘船 就算不裝備它的專武 它一樣可以發動它的反潛技能 也應該說是這艘船 最大的貢獻就是 在於它不用裝任何的反潛設備 也可以發動反潛的技能 來探知水下的潛水艇 這在未來做反潛的攻略上 會是一個不錯的機制 那就看官方哪時候要 常駐這種反潛的模式了 好啦那聽完上面的這個 金飛機要換之外 那紫色的專武 就看你要不要換了 有換沒換其實 不太影響現在的攻略情況 剩下你該換的就是 這兩隻人物是必須要換的 再來資源、錢、油都要換好換滿 還有紫菜 尤其是泛用 泛用換完之後呢 看你會不會缺其他的紫菜 最後我們就換這個紫項 如果你是中期玩家的話 進階玩家的話 可能你會開始對這個紫項的圖子 比較在意 尤其是你想要把科研趕快做完的 換完這個紫項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是初期玩家的話 換完紫菜之後 再換這些金香 看看能不能開出好一點的裝備 幫助你在推圖或是成長過程中 會比較快速一些 那金貓箱是最後才換的啦 因為貓其實現在來說 影響劍團能力的比例不是很大 有剩餘的點數再來換就好了 所以大概你能換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些了 剩下這個外裝就看你有沒有愛 有愛的話可以加減換 不過這一隻要2000 其實說實在還蠻硬的 總之角色一定要換 這個角色的評測我會在後面 再另外推出一部影片 來仔細詳述它的性能 那有興趣的之後再來關注啦 最後日版在4月1號開始 核心商店也更新了新的設備 就是更新了海怒以及我們的金海道 那其實不用多說什麼啦 那這個飛機一定要換的就是金海道啦 金海道不管是在攻速在DPS上面 在對空方面各種的優勢都非常的明顯 那這個海怒就可以不用換了 我們接下來每次只要換這個金海道就好了 這也可以說是應該是我們大航母時代 正式來臨的一個宣告吧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對於這個活動的一些裝備上 還有點數更換以及核心設施更新的一些心得 那希望能夠幫助你在這些裝備的一些認知 好啦那有問題就在留言告訴我 我是草編六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吃多少今天 吃多少還是就 Crit 吃0味道 吃 rehabilitation 吃 吃